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 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 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 同时,我们也在六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 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 今天是2024年3月14日 在中国简报中,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 如果您发现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时事通讯 习近平在中国人大会议上的更严格脚本让投资者迷茫 彭博社 中国的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已经变得更加照本宣科 官员们严格遵守共产党的官方路线 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历时七天 是习近平主席在疫情之外任期最短的一次会议 缺乏对话导致对影响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房地产市场和地方政府债务的讨论减少 分析人士表示 这些变化凸显了习近平想要保持绝对领导地位的愿望 以及他不愿让其他领导人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与公民建立联系的意愿 资金涌入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挑战OpenAI的SORA 日经亚洲 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胜数科技和A-Sphere均已获得超过1亿元人民币1400万美元的融资 用于开发其视频生成模型 两家公司都在竞相追赶OpenAI的SORA 后者可以根据用户提示生成长达一分钟的视频 胜数已获得起名创投领头的数亿元人民币融资 A-Sphere已获得达成创投领头的过亿元人民币融资 两家公司都使用于SORA方法类似的扩散变压器架构 美国立法者将TikTok视为中国的工具 尽管它与北京保持距离 美联社 美国众议院批准了一项法案 要求字节跳动出售TikTok 否则将面临全国范围的禁令 该法案反映了立法者的担忧 其社交媒体平台可能会让美国人面临北京的恶意影响和数据安全风险 TikTok的母公司正在遵循 与许多其他具有全球野心的中国公司相同的策略 为了赢得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客户和信任 他们正在淡化自己的中国根源和联系 然而 该法案可能会让人们关注许多中国私营企业 在中美关系恶化之际寻求进入西方市场时所陷入的困境 随着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 技术能力被视为国家战略资产 中国的科技公司有义务根据北京的法律和规则交出数据 并已成为中国执政共产党事实上的代表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澳大利亚不会效仿美国禁止TikTok 南华早报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艾伯内塞·安森尼奥巴尼斯表示 除非TikTok同意从其中国所有者手中剥离 否则澳大利亚政府无意效仿美国禁止TikTok 美国众议院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 威胁将TikTok排除在该国之外 但仍需要参议院的支持 继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之后 澳大利亚于2023年4月禁止政府设备使用TikTok 阿尔巴内塞还宣布 中国外长王毅将于下周访问澳大利亚 表示这是两国对话的积极进展 中国警方承诺用科技防范风险新质量战斗力 南华早报 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红表示 中国警察部门正计划利用技术来增强新素质作战能力 该国上周的年度立法会议 承诺使用技术进行预防性警务 政府还呼吁警方利用大数据来预测和防范电话诈骗 离岸赌博和政治谣言等风险 此举正值中国寻求利用技术和创新发展新的优质生产力 随着法案遭遇参议院动荡 TikTok的出售或禁止行动放缓 彭博社 美国参议院已收到众议院通过的法案 该法案将禁止TikTok 除非它被中国所有者字节跳动玻璃 但尚未承诺接受该法案 该法案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就在众议院以多数票通过 但参议员们在通过科技相关立法方面的记录 却很惨淡 然而 TikTok的工资单上有许多游说者 其中包括前参议员 一些参议员表示反对该法案 其中包括肯塔基州共和党人兰德·保罗 他表示将近一切努力减缓该法案的通过 退休中芯国际资深人士 加入中国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 常新存储 报告 南华早报 中芯国际SMIC前高管周梅胜 已加入常新存储科技CXMP 领导这家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的研发 二与地中芯 曾担任中芯国际研发执行副总裁的周先生 在芯片行业拥有丰富的经验 还曾在范林集团 特许半导体制造公司和台积电工作过 常新存储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 展示了其设计能力为先进的三纳米级芯片 表明其努力在存储芯片市场取得进一步突破 该公司被认为是中国追赶全球存储芯片巨头三星 SK海力士和美光的最佳希望 中国基金在量化地震后如何复苏 彭博社 中国陷入困境的量化基金 在2月初遭受惨重抛售后正开始复苏 招商证券追踪的 前23支量化基金2月19日当周跑赢大盘 有的高达12.5% 然而 今年迄今为止 其中大多数仍落后于大盘 今年 中国的量化对冲基金的相对回报率 遭遇了创纪录的下滑 因为近年来帮助他们战胜市场的小盘股暴跌 监管机构还打击了一些量化交易策略 与此同时 国家支持的基金重点支持规模较大的股票 在动荡和严格审查之后 许多公司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策略 中信证券跟踪的41家危机应对量化分析师中 有8家避开了人为干预 严富投资和上海明洪投资管理等未介入的公司 在整个动荡期间表现优于大盘 此外 量化基金在寻求高于市场的回报时将变得更加谨慎 这可能会推动人工智能的更广泛使用 阿里巴巴和吉利的总部 杭州取消更多规则以重振房地产市场 南华早报 杭州地方政府取消了二套房购买限制 以提振房地产市场 作为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吉利的所在地 这座城市已与中国其他主要城市一起消除此类所有权障碍 然而 这些举措未能维持需求 2019年前两个月 该是房地产市场销售数据低于去年同期 富士康预计 2024年营收将大幅增长 南华早报 苹果供应商富士康表示 由于人工智能服务器需求旺盛 预计2024年收入将大幅增长 该公司公布2020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增长33% 超出市场预期 利润增长得益于人工智能服务器的强劲需求 和年末假期期间的强劲销售 第四季度 包括智能手机在内的消费电子产品 占收入的58% 而包括服务器在内的云和网络产品贡献了20% 富士康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营收将较上年略有下降 但预计2024年营收将大幅增长 中国官方媒体被封锁进入爆炸现场 引发新闻自由辩论 南华早报 中国官方媒体记者被地方当局强行代理北京附近致命爆炸现场 引发了有关该国新闻限制的争议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记者被警察包围并被告知离开现场 周四 当地政府发表声明称 他们深感悔恨 并向记者道歉 该事件导致中华全国际协呼吁有关部门 为记者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现场采访提供便利 毕马威 在经济前景充满挑战的情况下 香港招聘市场将保持疲软 南华早报 毕马威的一项调查发现 由于香港企业对整体经济前景感到悲观 香港的求职者在寻找工作或更换雇主方面 可能会面临艰难的困境 调查发现 只有略多于四分之一的公司 预计今年将增加员工数量 而去年这一比例为37% 而16%的公司预计 由于该市商业活动放缓而减少员工人数 尽管创新和科技行业依然活跃 但房地产和金融服务行业的招聘情绪尤其低迷 太古计划在中国和东南亚进行更多意愿投资 彭博社 太古集团将收购私营医院得达医疗中国的控股权 这家香港企业集团希望扩大其在医疗保健领域的业务 此前 太古去年对这家上海医院进行了少数股权投资 该公司正在中国和东南亚寻找机会 董事长盖伊布拉德利表示 当前经济环境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可能会在中期带来更多机会 太古已经在医疗保健领域进行了多项投资 包括哥伦比亚中国医疗保健和SHH Core Holding 中国国家队在500亿美元大肆购买ETF后降温 彭博社 据彭博资讯报道 被称为国家队的中国国家基金 在过去五个月里购买了约5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 大部分购买是在一月底和二月初通过交易所交易基金进行的 此次干预是在市场崩盘中抛售最严重的日子进行的 今年基准指数下跌了7.3%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访问新西兰举行会谈 彭博社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于下周访问新西兰 讨论贸易和地区问题 此次访问是王毅自2017年以来首次访问新西兰 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购买了新西兰26%的出口产品 两国自2008年起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并于2022年升级 并于2014年建立了更广泛的双边伙伴关系 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表示 这次访问是讨论两国如何在未来 人工智能需求提振销量 iPhone制造商鸿海利润飙升33% 彭博社 全球最大的苹果iPhone组装商鸿海精密工业公布 截至12月的季度净利润增长了33% 该公司利润的强劲增长 是由利润丰厚的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推动的 这有助于抵消iPhone和电子产品需求的疲软 鸿海预计将受益于人工智能服务器和硬件不断增长的需求 并最近获得了惠普企业的大订单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 因为苹果占鸿海营收的一半以上 而且今年前6周iPhone在中国的销量下降了24% 中国大陆和台湾海岸警卫队拯救轻负渔船船员 南华早报 一艘来自中国大陆的渔船在台湾控制的金门附近轻负 造成两人失踪 两人死亡 搜寻失踪船员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此事件发生之前 台湾海岸警卫队与一艘大陆快艇在2月份发生了致命冲突 加剧了北京和台北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商业地产困境引发不良销售激增 日经亚洲 MSCI RealAssets的数据显示 2023年 不良销售占中国商业地产交易的20%以上 这是自2019年开始数据跟踪以来的最高比例 2023年 中国商业地产的总体销售额达到386亿美元 低于2021年的603亿美元 2023年 近50%的不良交易发生在工业领域 一些投资者认为 不良交易比例的不断上升 可能是商业房地产市场开始触底反弹的迹象 去年 政府支持的实体和保险公司是中国商业地产的活跃买家 当局称 中国炸机店发生毁灭性爆炸 已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伤 美国雅虎 北京东部燕郊镇一家炸机店发生疑似煤气泄露爆炸 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伤 爆炸摧毁了商店的建筑群 附近的车辆和店面也被爆炸损坏 该事件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 特别是在当地记者报道爆炸事件时遭到人身阻挡 2023年发生一系列致命爆炸后 中国正在修改天然气安全法规 魔兽世界视频游戏开发商暴雪即将重返中国 南华早报 据媒体Corey Sports报道 美国视频游戏公司暴雪娱乐将在与杭州发行商网易 恢复合作关系后重返中国市场 此次合作将使暴雪在阔别一年多之后 重新进入全球最大的视频游戏市场 去年 由于未能就延长14年协议的条款达成一致 两家公司暂停了合作关系 据报道 暴雪曾与其他中国发行商就将其游戏带回中国进行谈判 但最终选择与网易续签合作关系 如果新协议达成 暴雪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 魔兽世界将需要至少六个月的时间才能重返中国 万科美元债券预示着对未来违约的担忧 彭博社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科正在努力避免首次违约 一系列债券今年即将到期 虽然短期票据的交易价格接近面值 但长期美元债券对美元汇率已跌至40美分 表明对该公司长期财务健康状况的担忧 万科的主要股东是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国有企业 它被视为政府支持主要开发商的风向标 预计北京方面将防止万科违约 该开发商将在国家协调下 与银行就债务互换进行谈判 摩根大通对香港金融声誉的信心 一百年来从未动摇 南华早报 摩根大通计划继续在香港投资 相信香港将复苏并发挥其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融中心的潜力 该银行行长丹尼尔 评托表示 该公司将继续发展在香港的业务 并为其在中国的资产管理业务雇佣更多员工 评托还强调了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性 并表示摩根大通等国际公司 将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中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中国简报 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 分析和政策简报 我们的团队 从各种来源包括媒体智囊团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汇总 综合和总结最重要的信息 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 适合您感兴趣的特定领域的 易于访问且极具价值的信息 我们了解了解 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动态的重要性 并致力于让我们的读者 能够理解这些信息 访问我们的网站 加入对话 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新闻和动态 3w.6dobrief.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